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 不要说因为将而延伸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生命顺其万别 危机一顺之间 遇到火灾究竟怎么做才对 欢迎挑战这集的火场大考验 你选对了吗 烧起来了 烧起来了 发现火灾时 第一时间该做什么事 一 大叫救命 二 快点灭火 三 赶紧逃生 你的选择是 看到起火 人们第一个念头 往往是把火扑灭 但事实上 只有在火苗成长初期 或火焰高度25公分以下 才有机会成功灭火 许多人试图灭掉 难以控制的大火 反而牺牲宝贵的逃生时间 而且 不同的火灾需要不同的灭火方式 错误方法反而让灾情更加严重哦 如果选择赶快逃生 可能碰上另一个问题 火场里面还有人吗 糟糕 爷爷还在里面 火灾案例中 幸存者独自逃出 忘了警告家人的状况并不少 在极度惊慌下 大脑会专注求生 忽略其他事物 所以火灾发生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大叫市井 提醒熟税或不知情的人 争取更多应变时间 爷爷 失火了啊 你怎么不走 我咖啰都麻烦 是要怎么走 逃生时 门要不要关上呢 一 顺手关门好习惯 二 门开着 方便救灾人员进出 你的选择是 关门是火灾时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若起火点在屋内 关门可以将火事和浓烟 暂时局限于室内 增加逃生时间 而在大楼中 由于燃烧的热空气比较轻 火事浓烟一旦进入楼梯间 就会迅速向上窜烧 造成烟囱效应 很快的整个梯间 就会充满浓烟高热 为了防止浓烟蔓延 平时安全门也应该保持关闭 但不上锁的状态哦 如果门没关好的话 这个很好 当火在浓烟弥补 你会怎么做 一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 二 关起门来避难 你的选择是 在火场中 比火焰更危险的是浓烟 家具建材燃烧时 会产生有毒气体 以及致命的易氧化碳 易氧化碳无色无味 与血红素结合的速度 比氧气快两百倍 会取代血液中的氧 让人瞬间缺氧 失去知觉 大部分的火场罹难者 都是被易氧化碳呛昏窒息 可以说是火场的头号杀手 而湿毛巾无法阻挡易氧化碳 和高温烟热 千万别相信靠着湿毛巾 就可以穿梭火场 浓烟不但有毒 具可燃性 而且上升速度极快 会带动火势 人们逃生时 很难跑得过浓烟向上的扩散速度 因此当下能做的 就是关门阻止浓烟进入 在等待救援的同时 尽可能地堵住门缝 打开对外窗 让渗入的浓烟排出 避免窒息 请问是你引起火灾的吗 要不要调窃 对不起 烂命一条 烂命一条 比起逃生 更重要的是降低火灾发生的几率 谨慎用火用电 使用防火建材 不堆放大量杂物 确保逃生通道畅通 并且加装住警器 重视住家安全 才能掌握生机住的安心 现在影片结束了 你会怎么做 一 按赞 二 订阅 三 分享 你的选择是 还想 三个都要做 再次因此 点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